请现场有投票人的96位评审 在我倒数之后做出选择 如果你喜欢这个作品的话 就把你手中的红色毛巾扔向舞台 3 2 1 请投票 工队员上台机票 一星队长 非常棒 非常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表达 其实对于街舞舞者 用古典音乐来展示 他们所擅长的东西 挺困难的 我觉得街舞更多的是玩音乐 而现代舞更多的是肢体的舒展 柔美气息 该发力的时候发力 把这两者通过这样一首柔情的歌 表达得这么淋漓尽致 我觉得在内心为大家鼓掌 因为两位本来就是一个很厉害的 popper 然后他们明明就可以用他们原来比较习惯的那种方式来打动观众 但是这一次真的是一个好勇敢的一个选择 这一次的音乐 没有任何的音效 也没有任何的fx 没有任何的鼓声音 也没有 啪啪这些都没有 但是呢他们在这个那么美的古典音乐里面找到了炸点 我觉得这个这一点做得非常好 很成熟的一个表演 尊敬 谢谢台湾队长 一博 好 非常好 其实当代舞对泡泡泡来说真的还是挺大的 因为泡泡泡就每一个肌肉就是练不同的一个肌肉 但是现代舞呢他是用全身的一个肌肉综合起来去控制 其实对你们来说真是挺大的一个挑战 其实这是我的肌肉综合起来 因为我已经知道如何控制我的肌肉综合起来 但是这次 这一场的美丽的舞蹈 这是我的肌肉综合起来 如何控制每个肌肉综合起来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挑战 那《POPPING C》和《MTPOP》对你们跳这个融合来讲 这个歌词是贡献了什么样的想法和理念在里面 因为这个歌曲是一般的歌手 ur populations特别这 også是ances何 writing obyLook 发影响了是红队的 我的家里,甚至吴祖妈 bum 我比 score我年 anos 是一个基础的典牌 这么重 grinding了整个舞蹈 voor是一种舞蹈的舞蹈 而现在我可以识到的疲力 从我的妈妈因为up 没事 没事 我感受到我的妈妈 因为我现在有孩子 我现在在中国 已经五个月了 我为她工作 所以我现在能感受到我的妈妈 我要谢谢你 谢谢 POPPINC 他有发微信给我 然后他说 他好开心可以参加这个节目 然后但是呢 就每一个瞬间 每一秒都是为了他的女儿 就让我很感动 然后他说每一次他battle的时候 都是在想着他的女儿 我的妈妈和我的女儿 因为我的生命是两个女儿 非常重要 现在五个月了 我现在在中国 我只欣赏她 我欣赏了很多时间 跟她 我欣赏了很多好的时刻 我觉得也许在 POPPINC没有女儿前 她可能都跳不出这样的作品 哦 当然 对 之前我说 我太饿了 现在我更甜 哦 这是一个好选择 我 在我身上 我和我的组织 都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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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赶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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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孩子 都没有父母 他们没有手 他们很痠 他们很痠 我的组织 都一直在这里 教练细 教练细 我希望 他们也有父母 或者他们也有 不像他们 人家 但他们仍然 仍然在对 什么 因为 PEN 是 挑战 我们在这些事情 都做了 不仅仅 我们在这里 所以 我希望 我们在PEN 好 但我们必须 永远 一直在 一直在 移动 那是 那是 我实际上 从他的故事 看到很多 当我们 遇到困难的时候 遇到困境的时候 就是那种 很有温暖的 但是又特别有力量的东西 一直在支撑着我们 就像是 野草 我们可能会 风一吹就倒 也可能被人 踩了一脚就倒下 但是只要有阳光 有露水 我们还会再生长起来 我们心里边有希望 我们就可以永远再往前走 谢谢 谢谢你们 好 接下来 我们要把前面两组的舞者 一起请回到台上 有请春林十一和叶莺杨凯 在这个组别当中 一共有三组参加 周围的票数决定了 哪两组可以直接晋级总绝赛 春林十一 他们的作品分数是 70票 叶莺杨凯 他们得到的票数是 不少一票 差点满分 96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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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去 什么感觉 就算天花板 就是有点太狠了吧 这个票数 就是我完全没想到 100分的考线里 达了99分 这种感觉 就是有点太狠了吧 百分之二 不少之二 凭分之二 获得的票数是 60票 60票 当代舞 他本身就是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包装的一种舞种 他不一定是必须要局限 必须要跳什么样子 它只要是当代的一个题材 它都叫当代舞 叶音杨凯这个作品 从一个当代舞的角度去 他们融合得非常的好 不是说必须要让叶音老师 和杨凯老师两位 去跳当代舞的动作 而是这个编导 其实把这个东西 做得也很高级 体现三个不同的人格 他们无论这个力量的控制 身体的控制 在一个相对有限的空间里面 能够表达的灵力尽致 而且非常好的诠释了 就像武器一样 人间合一 他们这三位 舞者之间也是五种合一 然后在这个舞台和人 还有道具 这三者之间也是合一了 所以非常完美的一个舞台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他们在那个桌子上 三个人会有一些碰撞 一些磨合 一些对抗 再分开来 我觉得三个人的融合 非常好的 因为真正地达到了一种融合 然后我印象更深刻的是 最后这个桌子 从这个平面变成了一堵墙 给这个作品 可以说是提升了一个level 让我觉得 这是一个点睛之笔 所以我也投了毛巾 春林 十一 他们这一组 是一个军女题材的 就是你舞蹈 除了我们的技术上面的 一个battle之外 那你在主题上面 能不能更贴近现在的人心 引起更大的共鸣 我觉得这个舞蹈 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然后春林和十一 是两位非常优秀的编舞师 一个春林原来是popper 她把自己的一些popping的 一些元素融合得非常好 popping c这组 确实就像刘仙华队长说的 她非常的大胆 就是用一种古典配乐 去跟街舞这样的融合 那么它里面没有一个非常强的节奏 可能观众会有一种不适应 不习惯 她整个编导 她是完全按照现代舞的手法去编排的 街舞的部分 被现代舞整个给稍微压得有点太凶了 所以 MT Popping C先进行带定 请你们先到台下休息 谢谢嘉俊老师 谢谢 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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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考虑说谁赢谁输 我觉得就是展现好作品就好了 因为这种融合真的是很难得嘛 所以 就只要能把作品带给大家 我觉得就是 对于我来讲的话 看到这样的融合 我还是蛮开心的 让我们恭喜十一春林 杨凯叶音晋级总决赛 不白手了 不白手了 感谢 有请队长为他们挂上他们的战队毛巾 谢谢队长 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太帅了 太帅了 好 好 继续努力 闯进总决赛 继续加油 好 拿出你的态度 好 总决赛 我们 准备 最厉害的吧 好 好 好 世界一流 送你 给我们世界一流的战队开了一个好头 Rush Ganser 加油 你们也一定可以跟我一起奔向总决赛 这两位都是第二次进入总决赛的人了 然后希望 希望你们超越自己 好 谢谢 谢谢队长 去年 我是Biter赢了 进入了总决赛 今年 我作品 赢到了 去王的总决赛 在这个上面 还是今年有很大的突破 好 Jersey stones